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旧经济习近平贵了 对美表白太令人意外 CNN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在旧金山的晚宴上 对美国商界领袖表示 中国愿意成为美国的伙伴和朋友 在中国的外国投资下滑之际 习近平正试图向美国企业表达善意 好告诉美国企业 中国仍是一个投资的好地方 习近平在亚太金河组织APEC峰会期间的晚宴上发表演说 他表示 影响美中关系最根本的问题是 两国是竞争对手还是伙伴 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和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等美国重量级商业领袖都是这场晚宴的宾客 CNN的报道说 习近平在宴会上表示 如果我们视彼此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以及最紧迫的威胁 这必然将导致错误的政策 错误的行动和错误的结果 他并表示 中国愿意成为美国的伙伴和朋友 习近平在演说中刻意采取了怀柔的语气 称中美两国不应该进行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中国从来不去读美国会书 从来不干涉美国内政 也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 中方乐见一个自信 开放与繁荣的美国 同样的 美国也应该乐见一个和平 稳定与繁荣的中国 在此之前 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 进行了一年以来首次的面对面协商 并就恢复军事沟通 遏制强效类 鸦片纸痛剂 芬太尼泛滥 与人工智慧等三大议题达成共识 蒙大纳大学曼斯菲尔德中心国际事务主任 德克斯特·罗布茨表示 习近平明显友善的语调 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困境 基于经济现况 现在不是与美国企业和美国树立敌对关系的好时机 当经济恶化时 中国最高领导层便开始喊出 我们希望与外国企业和我们自己的私营企业合作 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包括消费支出低迷不振 房地产危机恶化 以及外资出逃等等 好 我们继续看拜席会的相关报道 习近平当面否认2027武力犯台计划 备受瞩目的拜席会落幕 白宫官员表示 在会中触及的议题 包括台湾美中恢复军事沟通管道等议题 美国总统拜登要求习近平尊重台湾选举 习近平则否认 关于解放军打算在2027年或2035年武力犯台的计划 没有人跟我说这件事 根据白宫方面的外媒随行记者转述 白宫资深官员表示 在会中 拜登与习近平直率的就台湾议题交换意见 拜登要求习近平尊重台湾选举 至于习近平则明确表达对台湾议题的重视 我认为习主席很清楚地表明他向来对此议题的忧虑 习近平也强调这是美中关系里最重大 最具潜在危险性的议题 英文媒体的报道说 白宫资深官员转述 习近平还主动提到 美国方面有报道指称 中共打算在2027年或2035年动武 对此身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习近平 否认有这项计划 没有人跟我说这件事 对此学者解析 外界提到的时间点通常是指解放军的军力 然而领导人决定是否要动手 看的是时机或外在环境的面前 我们不能就当没事了 学者也提醒 明年就算选出菲律总统 解放军仍会持续跨越海峡中线 中国学者甚至直言 海峡中线根本不存在 好 我们继续看拜席会的相关报道 拜席会结束 美中深层矛盾无解 据自由亚洲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峰会结束 虽然拜登会后发推文 形容双方取得了实质进展 未存在不少争议的美中关系注入暖风 但两国深层次的矛盾 恐怕暂时仍然无解 拜席会周三15号在旧金山费罗利庄园举行 这是两人一年多以来再次会面 历时两小时15分 较美国媒体原先估计的四小时为短 在两国关系仍处低点的情况下 拜登与习近平同意恢复两国军事联系 合作打击毒品芬太尼泛滥 并就人工智能风险展开对话 上午的会谈后 两人共进午餐前 拜登在社交媒体发推文称 两人以领导人身份相互理解至关重要 全球面临严峻挑战需要我们共同领导 今天我们取得了实质进展 纽约时报指出 拜登认为这次与习近平会谈 为稳定美中关系带来重要进展 两人日后可拿起电话解决起见 而非任由两国走向冲突边缘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 拜登说这是两人之间最具建设性 最富有成果的一次会谈 美中两国处于竞争关系 我的责任是使这种关系理性且异于管控 避免导致冲突 虽然习近平表示 中美两国彼此背离并非选项 但他也表明 北京将反击任何被认为美方损害中方利益的举动 新华社对峰会的报道称 中国没有超越或取代美国的计划 并引述习近平的话说 美国也不应该有任何压制和遏制中国的计划 美中两国在俄乌战争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中处于对立阵营 一名白宫高级官员透露 拜登明确告知习近平美方对乌克兰战争的担忧 并要求中国协助敦促伊朗不要采取任何可能把在中东冲突升级的行动 结束记者会准备离开时 拜登被问到是否仍视习近平为独裁者 拜登曾在一场筹款活动中如此称呼习近平 他停下脚步答道 嗯 听着 他是 并说此人治理的是一个共产国家 纽约时报认为 以四次峰会所需处及的议题如此之多来看 拜登与习近平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许多问题仍待解决 华尔街日报也指出 峰会对解决两国深层次摩擦没什么作用 但双方都定调 可以召开拜习会 已经算是成功 好 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拜习会提签证申请流程 瞬间冲上热搜 中国网友疯狂 据自由时报报道 许多中国人时常化身爱国小粉红 口口声声歌颂祖国多么强大美好 出征并鄙视其他国家 其中又以攻击美国最为激烈 然而反美式工作 留美式生活 每年仍有无数中国人在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前排队办理签证 就在美国当地时间15号举行的拜习会中 提到关于两国签证方面的议题 消息曝光瞬间引起中国网友疯狂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引起国际高度关注的拜习会 在美国当地时间15号就金山登场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会晤期间谈论了中美关系 经贸及国际局势等议题 其中关于签证方面 习近平就透露中美两国在签证方面达成共识 未来将推出更多便利人员往来 促进人文交流的措施 根据习近平所述 这些措施包括增加中美客运直航航班 举办中美旅游高层对话 最佳化签证申请流程等 习近平更对此表示 期待两国人民能多走动 多来往 多交流 共同续写新时代两国人民友善的故事 消息曝光之后 关键字中美将最佳化签证申请流程 瞬间登上中国微博热搜排行 许多中国网友文讯后 展开异常兴奋的热烈讨论 除了有不少中国官方AI机器人 不断狂刷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等留言 更有中国民众对此乐不可知 纷纷认为这项措施 意味着他们未来可能能更加容易 到美国工作或留学办理签证 甚至还能在当地永久留下来 并拿到绿卡 从此认出他们最心爱的中国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这个拜席会的一些花絮 习近平专机闲踢停机坪全无红地毯 十分罕见 据世界新闻网报道 中美关系前景未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防美型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了观察重点 媒体报道说 习近平14号搭乘专机抵达旧金山 下机时 专机闲踢和停机坪上都未铺设红地毯 与他过往访美不同 此外 习近平抵达当天 华人挥旗 夹道欢迎 周边警员 则以铁网严手 防止友人滋事 香港的媒体报道 一般而言 国事访问是两国间最高等级的外交活动 接待规格非常正式 一般有红地毯 检阅仪仗队 以及名礼炮21响等 据报道 习近平2012年2月13号 以国家副主席身份 应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邀请 抵达华盛顿正式访问 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 在机场迎接 停机坪上铺了红地毯 时隔三年后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国事访问 获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迎接 两人共同踏上红地毯 而回溯上一次 2017年4月6号 在美国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 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的专机 抵达佛州西宗旅滩国际机场后 时任美国国务卿提勒森夫妇等人 在机场迎接 礼兵分裂红地毯两侧 另据媒体报道 虽然停机坪上没有铺红地毯 迎接习近平 但美国总统拜登在费洛利庄园 会晤习近平 习近平11点左右抵达 拜登早就出现在会议滩地点等候 从影片中可见 在费洛利庄园中已经铺好了红地毯 旁边还站了数名海军陆战队军人 以及摆放了美中两国国籍 在黑色轿车抵达费洛利庄园之后 习近平带着微笑下车 而拜登则在红地毯的中间迎接习近平 好我们再看下一条 说习近平自带大红旗专车出巡 差点撞上了美国仪仗队 拜登与习近平在旧金山湾区的费洛利庄园会面 当习近平乘坐的中国最高领袖专用的大红旗专车抵达时 不知是否为舒适 这辆大红旗差点就撞到在红地毯上迎接的美国仪仗队 还好仪仗队适时后退才免掉了这场意外 据白宫上传到YouTube的影片 按理说应该对每一个细节都精密推演的拜习会 却在开场时差点出了意外 习近平专用的中国大红旗专车抵达时 若不是等着为习近平开门的仪仗队后退 大红旗专车真的就要撞到仪仗队了 习近平下车后与拜登握手 双方进入会场展开这场众所瞩目的拜习会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白宫公开了 拜登习近平工作午餐的菜单 美国白宫公告介绍了习近平和拜登会面时的工作午餐菜单 共有五道菜及三道甜品 白宫公布拜习会的工作午餐菜单 当中包括的菜肴 包括草药利可塔益式饺子 朝鲜技薯片 龙蒿烤鸡 南卡罗来纳州金米菜饭 炭烧西兰花配球芽甘蓝 杏仁蛋白蛋糕 果仁奶油和康科特葡萄酱 习近平于当地时间11月15号 在旧金山费罗利庄园 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援手会晤 两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议 会后进行散布外交 并共进工作午餐 拜登表示和习近平相识多年 了解其行为模式 虽然双方有分歧 但习近平一直很直率 另一方面 在会谈前 两人还谈到一些轻松话题 美方官员透露 拜登与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刚好都是11月20号生日 拜登预祝彭丽媛生日快乐 习近平则表示 因为公务太忙 我都忘了 感谢拜登的提醒 另外 拜登拿出自己的手机向习近平展示 38年前习近平首次访问美国时的照片 问习近平 你认识这个年轻人吗 引得现场的人员大笑起来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搞全色前色交易 国开行前副行长周清玉遭开除党籍 据一评新闻网报道 曾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党委委员的周清玉 今天遭开除党籍 官方公告他的违法危机事项 包括滥用职权迷信 越看有政治问题书刊 连结底线失守 搞全色及前色交易等 严重违反党籍 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 现年61岁的周清玉 去年9月采满退休年龄 但7月呼召免职 消息震动中国金融圈 今年5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 通报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今天通报中 列出他违纪违法的恶行一大箩筐 包括大肆滥用监督职集权 搞迷信活动 私藏 越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 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 违规出入私人会所 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 也指他干预插手金融机构 职工录用工作 破坏制度 另斥其连结底线失守 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 收受财务礼品礼金 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 搞全色前色交易 违规干预插手贷款发放工作 私自留存涉密文件 家风不正对家属失管失教 且与部罚企业主行卸仪器 大搞全钱交易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在贷款融资 项目承拦等方面牟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通报指出 周清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连结纪律 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 并涉嫌受贿 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 不收敛 不收手 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 应与严肃处理 依规 开除党籍 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收缴违法 违纪所得 令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查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物 一并移送 周清玉是中国 对国开行一系列 整治风暴中 最新一名遭开除党籍者 此前国开行 以一票人落马 去年11月 国开行河南分行员党委书记 行长傅晓东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今年4月 因收贿超过432万元人民币 遭判10年 今年1月 国开行国开发展基金管理部 原副主任陆军 被开除党籍 2月 该行信息科技部高级专家 唐光进接受调查 3月 河南分行高级专家 浦浩 以及河南省分行员党委书记 行长王卫军 都接受调查 6月 该行上海市分行前行长 卯军才被查 7月 该行前副行长 王用生被查 当时他已退休5年 马云减持阿里持股 套现8.7亿美元 变现撤离 据自由财经报道 美国证交会官网披露资料显示 阿里巴巴创办人 马云家族信托公司 计划在11月21日减持1000万股阿里巴巴创始人股份 预计套现8.707亿美元 美国证交会官网公布的F144文件显示 马云家族信托 JC Property Limited和JSP Invancement Limited 将在11月21日各减持500万股阿里巴巴创始人股份 若依照15号阿里巴巴每股87.07美元收盘价计算 此次减持股票市值大约8.707亿美元 阿里巴巴股价16号文讯重挫 盘前一度下跌8% 近几年阿里巴巴已不在财报中揭露马云持股概况 截至2020年7月2号的数据显示 当时马云持股已降至4.8% 不过若参考阿里巴巴2019年11月重返港交所的公开说明书 马云持股约6.1% 马云以四种方式持有这些股权 其中一种就是以马云及其家族为受益人的上述两家信托公司 分别持有阿里巴巴开曼4.189亿股 3.984亿股 由于习近平的整肃 马云在2020年10月退出阿里董事会 目前阿里集团董事会主席 由蔡重信出任 今年1月 马云也不再是蚂蚁集团的实控人 手上虽持有蚂蚁10%股权 但已经宣布放弃投票权 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吕良煤起澡堂大火 26人死亡 习近平隔阳追责 据法广报道 中国北方山西省一座公司大楼今天发生火灾 造成至少26人死亡 数十人住院 据中国官方媒体消息称 16日上午6点50分左右 吕良市永州煤炭生产公司的一栋四层建筑发生火灾 央视下午早些时候表示 火事现已得到控制 救援行动仍在继续 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央视最初报道说 63人已被疏散 51人被转移到医院 中国社交网络微博上发布的视频显示 浓浓的黑烟从大楼中一出 数十人在大楼远处的停车场观看大火 央视援引地方当局的话说 火灾悲剧发生后 该公司的几名经理被捕并接受调查 据官方电视台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故作出表态 在一封信息中表示 这次火灾中可以吸取极其深刻的教训 地方当局必须对工业领域的风险进行深入排查 据习近平强调 要全力救治伤者 妥善处理遇难者问题 安抚家属 尽快查清事故原因 严肃追究责任 据法新社说 中国经常发生事故 通常是由于安全标准执行不力造成的 7月 中国东北部一所学校体育馆屋顶倒塌 造成11人死亡 上个月 中国西北地区一家餐馆发生爆炸 造成31人死亡 促使当局在全国范围内 发起了一场促进工作场所安全的运动 4月 北京一家医院发生火灾 造成29人死亡 绝望的病人被迫跳窗逃生 2015年 中国最严重的工业事故之一 发生在天津 在这座位于北京东南120公里的 大型港口城市 一座化学品仓库发生巨大爆炸 造成至少165人死亡 井面